有点恍惚,这人是把肥皂塞进去了吗?就是像最普通的那种碱性肥皂 这个是明确可以看到菌丝的 生长速度非常快 那几个比较严重的,我印象 两个都是西北那一带的 去北京比较远 一个月左右就完全能够堵成石芯 拿出来就是一个非常磁式的 没有中间那个空心 今天这几例病例呢,好歹还有一点卷筒样的这种结构 这个可以明确看到菌丝 这些对我常用的抗蒸菌药的效果不理想 有压制肯定有一些作用,因为有个对比 不用的话一个月之内就可以完全堆满 使用的话这个时间有延长 时间有延长 但是还是后期逐渐又再次形成 因为门诊处理嘛 用药的话 后来我再考虑 是不是应该把这个用药的期限再拉长一点 但是因为患者没有能够坚持来处理 因为我看皮肤科他们有处理一些比较顽固的真菌 局务用药可以用到一两个月 还有医生使用的这种抗蒸菌的这种软膏 有点到如果天天用药 用那么长时间不太现实 因为天天上医院来不太现实 但我觉得可能隔一阵 间隔几天 往里头灌一次 应该还是可行的 你要是北京的附近的患者 每周来一次 还是有可能性的痛的 外地的患者这就不太现实了 自己用棉签涂的话 不太好涂到位 还是保核式攻击 相对的给药 刚才那个病例呢 清理完了以后 药膏打上了 今天这几个病例好像都是定期过来清理的 因为间隔时间比较长了 都不是说初次在我这 都不是说第一次来弄 都是清理过几次 上过药以后的 比较厚实 质地相对比较的坚硬 真菌菌丝呢 不是特别的典型 用抗真菌药的效果 相应的没有那么明显 咱们以前那种什么干片啊 这个叫什么风吹麦浪啊 还有包括一些年块的这种 真菌药用两次以上啊 有效清理以后两次以上 基本上能够长期得到控制 因为有些病例间隔一两年啊 因为其他原因在找我看的时候 外耳道依然清洁啊 没有再复发了 但是就这种病例啊 是比较顽固 我感觉啊 怎么有点像灰指甲啊 这种性是 需要一个啊 应该是用药的时间上 可能还是不太够 他呢 倒是只 只是说造成了这种堵塞啊 还好没有其他的一些严重的危机 生命健康的一些情况啊 所以有一些啊 来医院就诊不放的患者后来就不再过来了 这个也可以理解啊 这个可能一个是真菌的菌种比较特殊 第二个也是个人的体质啊 有所差异 那几个实心的啊 就 勾枝已经完全进去没有操作的空间了 都是拿那种啊 小钳子 揪着 跟拔萝卜似的 揪着口啊 一整根的啊 拽出来 时间过得真是快啊 转眼就 马上感觉都快三年了 不知道明年是个什么样啊 今年这个上半年感觉好像还凑合 怎么下半年一下就这样了 好 很快 好像更快 请编舞 点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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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点压